今天带着我家养了两年的土鸡土鸭来赶集 看白菜用什么好办法将它盘光光的 买鸡鸭送白菜头跟红菜头 走出发 我们准备开摊了 今天凡是买鸡鸭的 我们就给它送白菜头跟红菜头 用箱里的热情去温暖每一个人 来看一下鸡鸭看一下 这个四分之一也可以买 几块钱都可以 随便你 今天有买有送 买这个鸭子可以送红菜头跟白菜头 那美女你看两斤半这么翘翘的 半斤七块五毛算你七块 那就刚好给我三十七 你要吃红菜头还是吃白菜头 白的那就送这个 谢谢 算你十七没有开肚子 二冠姐皮全部撕掉 这个很好吃 这个拿去炖汤 两斤四这么翘 翘到不能再翘 有三十一样公分 自如要去到哪里才算爱的人真 常来光顾 谢谢 慢走 白菜十五岁就在村口里面剁鸭子了 拿着这一把翘翘的秤和爸妈一起摆地摊 经过十几年的沉淀 我发现一个道理 就是有时候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胜过平庸的做一万件事 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子呢 阿姨来干杯啊我上菜头啊 切好全部弄干净十四 我先跟你说一下嘛 这样没开肚子是十一嘛 鸡头我扔掉哈 鸡头就不要放下去 用哪一半 要这半还是这半 这一半了 切小块 我们全部弄干净再来秤 这样比较不会占你们便宜 一斤半这么翘 翘翘的 半斤是七块 刚好是 21块 你要哪一种 要白菜头还是红菜头 可能 白菜 嘞 妹妹 我要一只鸭子 你要这个大的还是小的 这个吧 这个哦切小块哈 你放暑假了呢 我今年刚毕业 最近早知道工作了 本身是十几家公司 半个月了 还没有回 пис 好着急 你上洪八同城啊 工作超多的 你看 文员 客服 行政 这么多月薪八千以上的 包赤住了工作 滑都滑不完 打个电话就搞定了 隔天就能上班 找工作人这么多 你快去看看 五八商还能租房 客便宜 好的 我现在就去看看 那 妹妹 这样子 两斤这么翘 翘翘的 阿智 帮哪一半 这一半 切小块 没有 没有 阿伯 两斤 一斤这么翘 翘翘的 够一斤来就好 那好了 送你一个了 有买有状啊 难得光顾嘛 刚步入社会的我们 适应过程可能会很痛苦 如果前行的道路很迷茫 很焦虑 请不要忘记做自己前行道路的点灯人 苍穹不负少年意 岁月不负感度人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阿伯 帮你啊 看一下嘛 美女 这样子 一斤次这么翘 翘翘的 十九块六毛 给我十八就好看 切小块哈 走了 跟着我回家吃妈妈做的饭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也好看 也好看